HELLO 大家好,我是阿祇 歡迎來到我的Youtube頻道 那今天呢,也要是為大家帶來這款遊戲 叫做怪異症候群惡啦 那,第三集 到哪裡了 怎麼會這麼大聲啊 等等 應該這個音量好多了 欸 上次是因為死掉了嗎 喔 準備好了 等等,我們上次不是應該 打倒完了嗎 還是 我的唇吶已經 到1了 好像是這裡齁 天啊 為什麼我的唇檔 它沒有 自動的讀取之類的 它還一直停留在7 所以 阿祇就一直 不定時的會回到7 蛤,我們現在在哪裡了 居然上次錄影的時間 已經又過了好幾好幾天了 對 這是什麼 那種 白日燈之類的 喔 怎麼有點像是惡靈古堡的 哈哈 場景啊 一出來就有那種殭屍之類的 對啊 嘿 欸 這是老鼠嗎 等等 欸 欸 沒事欸 只是個場景而已 嗯 什麼聲音 呃 看來 往這裡去了是不是 喔 還是老鼠 別嚇人嘛 放我出去 救救我 放我出去 然後外 喔 外面的救護車 不要不要硬解 害阿祇 啊 被打到了一下 不過 是小女孩的聲音嗎 Basket欸 不是阿 蛤 怎麼了 下落了無限的循環了 是嗎 你 欸 真是個噩夢 像美琴那時候一樣 無限的循環醒不過來了 被怪異纏上了啦 我什麼時候睡著的 看來 真是累了 可是 你沒有發現 這 這些地方 都一模一樣嗎 沒有觸發劇情的話 可以嗎 熱熱的 沒有什麼特別的阿 還是 沒有發生過一樣的 欸 這次就 恩 還是 沒有發生過一樣的 欸 這次就 恩 觸發過的劇情 再來一次的時候 阿徐通常都會顯得有點酷乱 沒有關係 沒什麼食慾 難道是 少調查了 什麼地方嗎 不過 不過 從頭到尾不是只有一個人 至少還有一隻老鼠在旁邊不知道在幹嘛 要亂晃 還是那種 是同伴 同伴的安心感對不對 不是啦 唉 至少不是自己一個人 的 那種感覺 欸 自己出不去 也不知道 現在 要幹嘛 恩 什麼都沒有啊 還是 因為阿徐是 是 著裝 我聽到奇怪的聲音了 欸 停車格的線 走不出去 這是什麼奇怪的 角色 設定之類的啊 什麼都沒有啊 什麼都沒有啊 難道這一次是要打老鼠嗎 野寶 都不是阿 分開 分開 這麼大的場地 一點 一點觸發劇情都沒有 然後 我們 剛才走回去 也沒有任何的 噢 劇情啊 劇情啊 現在要幹嘛 現在要幹嘛 阿徐 阿徐 知道為什麼自己卡關這麼久了 就是沒有在這個地方按調查鍵了 該死 我想說怎麼一直沒有辦法觸發劇情 我以為只是走到位置上 然後他就會自己觸發劇情 他還是自己想太多 卡關了至少 欸 五六分鐘至十分鐘這麼久 有的時候真的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好 喔 有人 有人 回到了 等等 不能存檔欸 該死 啊 又是你 喂 這人數也太多了吧 啊 哈哈哈哈 等等 啊 壓壓壓壓壓打壓打壓打 不要跟過來啊 啊 至少消滅了一個 有點像是 神 神奇寶貝有沒有 唉 我以為 打敗最大的那個就沒事了 該死 原來是 一對三哪 卡關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痛苦的事 刺一樣 全都是 夢嗎 你沒有發現 你自己就像 一代的美琴那樣嗎 真不像樣子 啊 蛤 兵士這麼厲害嗎 草屁裂開了耶 欸如果以我們自己的拳手去打牆壁 阿許勸大家還是不要啊 我覺得自己的手指的骨頭會先裂掉喔 這次是現實喔 你確定嗎 夢中夢中夢中夢 有可能是這樣不是嗎 沒關係 把手槍帶著 對 走吧 昏腦了 媽啊也是阿 突然間 各種奇怪的東西 聲音什麼都進入你的腦海 不是什麼 好的感覺的感覺 這地方 怎麼好像是一代的 某個場景 喂喂 是我欸 喂喂喂 幹嘛啦 好啦好啦 這地方 我自己都黑掉 醒來了嗎 哇 好囉 我的感覺喔 美琴 在場旁邊細心的照顧嗎 冰師哥 也是啊 這粉紅色的背景 象徵什麼呢 春天戀愛 粉紅色的泡泡 哇 我的身體 媽的確 太過於勉強了 這殘留在我手上的溫熱 市長 剛才那個握著的手都不放嗎 呵呵 你這貨 可不能這麼簡單就死啊 因為這次事件還沒有解決完呢 前輩 耍什麼帥啊 在門外什麼的 好啦 至少 至少還是有默默的關心 後輩對不對 來 嘟嘟嘟嘟嘟 怪異最後群 最後一天 看來 快已來終結了是不是 YES 大家都到齊了啊 冰事警官恢復的這麼快 真是太好了 好了 差不多把這次的大型靈異事件關於症候群 呃 解決掉了 今天就結束吧 隨著物不天欲的兩面素難被消滅 聚穿室內的所有累積的靈異線上 開始有超脆的跡象 一切都如我們預想般的 順利進行著 幹 人算不如天算 那個老頭死前 給我們留下了個大禮 就是這樣 他在死前 將詛咒師 交在自己身上的木乃伊中 因為這個詛咒的 詛咒的影響 就算是從市中心50km 50km是 公尺 突然間 轉換不過來 50公尺半徑範圍都充滿了惡靈 惡性能量 預計一周以內就會發生重大的災害 以你們的效率 想必已經想出對策了吧 只需要把那個靈異怪異事件拼拼發生的 閥門關掉就可以了 強而那裡可以直接抑制邪氣 說起來簡單做起來難 這份工作實際上十分的困難 中川 給我地圖 冰市警官 你需要單獨去執行別的任務 其實 因為橘川市積累了邪惡的能量 從而引發了一些不好的事態 竹川市西區的重建地區中發現了空間扭曲現象 貌似出現了一些奇怪的生命題 這個 這個西區 這個照片是不是在一代的紐來紐區中用過啊 什麼意思 简单的说 就是既不是人也不是妖怪 是从异次元的裂缝中来的某个东西 中川你这就不对了 怎么把这种棘手的事交给并刚好的人呢 没事 我可以去 那真是太好了 我们剩下的三个人预定前往各地进行 预防大型灾害的准备工作 好了 祝各位马到成功 这就是一个 可恶的上师啊 他根本就是自己去做那种简单 没有危害的工作 然后把这种很可怕的工作一直交给新人 还是那种热血警官之类的 我就在想啊 你的情报网是不是有点大呢 嗯 那些什么 从石宫裂缝跑出来的虫子 连这都能调查清楚 你好像是来嘲讽我的 你们就准备一直这样让他劳累下去 因为我相信他 这信任还真是重呢 而现在干部中川梁柱先生 马终于说公道话哦 小木 是公母 是公母几官啊 你这小子胆子不小啊 我就只是说吧 被新疆的人夸弯 夸 被新疆的人夸一点都不令人高兴 小木根本就是一个随时都会被找到的大boss啊 就就是吃底下解决干掉就好 虽然好像重点不是他对不对 的确 那个大大的草是什么 大大的那个 凤梨 重建地区 这里有某处藏着那个 怪侦测器 打开这个看看吧 果然 虽然是次等品 不过 在没有搜索的情报下 还是只能先这样的是不是 不出水了 这种厕所 真的很臭 如果 像死水一样 你没有流动的部分的话 不管怎样都会 击打一些味道 铁柜 火车 蒸汽室了是不是 这已经是 等等 哦那是窗户啦 圆圆呢有没有 我觉得 什么事 这么快就探测得到了 这边还能走吗 看来是不行了 不行了不行了 好 不是有声音吗 有声音的话为什么 冰释不上去啊 有没有 这一节车厢有问题啊 到底 诶 好吧 既然 这边 可能 还是 要从这边来 不是啊 今天过不了 嗯 算了 往别的地方走看看吗 这里看起来就是有问题的样子啊 这里看起来就是有问题的样子啊 哦 那家伙就在前面 是因为阿奇还没有触发到这个剧情 所以没有办法去各个急迫吗 是这样 绕小路是不是 可是 看起来都不出去的样子啊 就只是 围绕着一圈吗 最讨厌这种 没有在干嘛的设定了 好 哦 凌鸽 nels 哦 你 你也跑太快了吧 你 消滅掉了 所以我們要找一個 非常非常有能量爆炸的聲響的地方 所以我們剛才還沒有踩到 火車列車的那個靈異偵測點 就是 哪裡 又來 啊 痛喔 兩隻 欸 窗戶 原來那個才是本屁阿 是這樣嗎 竟然 這什麼東西來著啊 呃 爭牆版的晴天娃娃是嗎 是嗎 哦 哪路好多呢 所以有那個 偵測器的點 的地方 都要調查喔 唉 看來我們又只能回溯了 是的 呵呵 呵呵 嘿了捏 這裡 要先攻擊才有辦法引誘他出來啊 哪裡 出來吧 啊 受死 小鬼 啊 痛喔 呵呵呵 痛 痛 欸 哪裡これ 欸 分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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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本就 不知道 誰 誰是本屁阿 還是 這黑黑的東西全部打完就差不多了 愛戴喔 呵呵 呵呵 抱歉 從 呃 骷顱頭 叫出 呵 好遠喔 叫出黑色的霧團之後 我們之後再去打擊他們 好 就是這樣 唉 存檔存檔阿 不然又要走一堆就是 沒有用的路喔 地圖做得很大沒有錯的話 就是可以去增加那個 呃 世界觀 可是有時候做得太大的話 就會像這樣很麻煩 喔 上面的那個啦 剛剛有看到有個像是 蝙蝠一樣的東西嗎 喂喂 為什麼一次 來兩個阿 欸嘿嘿 嘿嘿 喔 阿 打錯的話就會變成是 這個出來嗎 阿 看得到喔 就是那個 這個褲頭 不是躺下的 是 睡在正方的那個阿 喔喔喔喔喔 你知道有的時候 你要 認真的從 第一次看到的 失誤去調查 進行到 正確的 判斷 有的時候真的有 一點難耶 真的 欸 繞回來了 喔 應該 這裡就沒有了啦 相信啦 雖然我們剛才在 上個 上個方向 找了還蠻多次的 對 可是我相信這裡 只有建立了一個 列車 對 他比較顯眼 所以應該就只有他 看到了啦 有沒有 像這個東西 痛いで 欸 他是用跳的 然後 打了幾下 他就會 後退 是不是 大家有沒有看到 就是 那個黑色的 影子 喔 那個什麼 結界破除了 很好 好 よし 行くよ 就是這樣 前進吧 一直偷往深處 有什麼好留在這裡 留在這裡就 一點都沒有辦法 一點都沒有辦法 那個啊 可是我忘記存檔對不對 我覺得 那個東西就是要提示 你存檔的 要素對不對 我問你 小木是不是也是HM的人呢 你為什麼這麼想呢 他使用的道具來路 都十分的蹊跷 來到特勤科的原因 也是因為值得推敲 他本是我的幕下 不過我們並沒有見過面 他自己並不知道 我也沒有想到 他會突然脫離 組織背叛特勤科 可以評價他為野心驕傲了 是嗎 上面已經發謊了 要求各方全數逮捕小木 他被抓的事只是時間問題 他可以走的路只有兩條 就是一個人亡命 或者是倒閣到金江組織 或許現在他已經找到金江組織的人了 蛤 什麼意思 這樣的意思是賤惡是叛徒嗎 還是 果爾拉 到底是 原來 不錯嘛 竟然能看出我是金江的人 你表現的太奇怪了 總是能夠及時的與HM同等精確的情報 正好 省下介紹的功夫了 我不會加入你們的 不管是HA還是金江 我都不準備加入 是嗎 那你可真是不容易 所以 你要拿我怎麼辦呢 不會這麼容易就放我跑吧 我上頭什麼都沒有說 沒有任何關於你的指示 我只是有些話想對你說 拋下派別組織之類的東西 下面這些話只代表我個人的觀點 別以為打敗一個受傷的人 就算贏了 臭小子 在你消失之前 趕緊過來好好的決勝父吧 所以 賤惡不管是 撇開組織不管還是一個 不錯的人是不是 隨之小木的背叛 特勤科內部的矛盾也開始浮現水謬 你下來 你接下來準備怎麼辦呢 愚蠢的問題 我們雖然立場背景各不相同 所以都擁有著同一個信念 正是因為這個信念讓我們沒有分離崩離 幹我們現在應該幹的事吧 就是 不管是隸屬於哪個組織 都是以打倒怪異 這個出發點 為出發點 是吧 這是 小時候的那片森林嗎 還是我們又回來了 一直一直在循環的那個地方 就是一直要盤下那個岩的地方 怎樣啊 這有點像是鬼擋牆的設定欸 不是 拿著我的槍 好好的前進吧 越走越深處的感覺 至於 不太像是 我越來越 越來越狹窄的 不像是可以通往正確道路的方向 鳥居 喂 欸 直接讓 那個 破壞 簡單的 竹梨 那叫竹梨嗎 沒問題嗎 病死他 已經去收拾他最後一份工作了 是啊 不要太擔心 他小美琪 他肯定會平安的回來的 我沒有在擔心 美琪 你不可能不擔心的吧 你不是說過想幫忙病死哥的忙嗎 你真的說過 但是 什麼都不用說了 家賀大哥 我 考慮很久 冰死他 冰死哥 他曾經保護過我 每時每刻 寸步不離的保護過我 所以我決定小心他 是這樣嗎 木木的守護他之類的 所以 我已經不能再出現他的眼前了 不可以再妨礙他嗎 美琴 這讓你甘心嗎 我要在暗處守護著他 不被任何人發現 靜靜的 最偉大的愛啊 我做的護身符 我做的護身符 一定會守護 代替我守護你 所以 這一次 是女主角連出現幫忙都不出現的姿勢 只是用一個護身符 就可以讓冰死一個人撐到最後 所以 冰死這樣真的是一個 真男主角欸 好啦 看來是打BOSS時間的事吧 那就 上吧 其他人看起來就是 都是打仗友的 第二代組會打仗友的人 多成這個樣子啊 等等 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 烏鴉越來越近了 不是要打烏鴉王之類的嗎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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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